都是世界級的好投手 但是他也會有不好的狀況不好的時候 那你如果洩花豆不行 比賽就垮掉 那在國際的比賽幾乎就比較沒有競爭力 而且當然以這次來幹的話 我想你有很多投手的調度 其實可以讓你們來參考 包括就是說可不可以選一些 就是三十八角平飛球 是進行漸漸的一個揮船 狙扎的金頭場 其實確實都在訪問 今天呢其實在整個 日本隊的一個 投手的一個接力 恐怕也超屬 所以這些選男的也都有 比較長的規劃 哎唷 這一球沒給給 角速球就是為了這顆球在平的地方 那他的投球策略其實就跟球評的分析 他被右打者 就一直會去塞這個內角球 一方面也是速度夠 這個球有了大者的出棒 上來之後連兩個可以 調中 他可能覺得說走完外角之後 他這個內角是有要來的 所以他剛剛揮棒的動作 來看他是有點在等內角 我們到兩一隻 那今年呢 周江浩泰在六十四局裡 被打了五十七隻安打 被打直率控制的不錯 最上的一個比也就是1.16 三鎮綠龍 是高達多戰隊民高達的10.3比 三鎮四壞比 超過了四比以上 那也只被打了三八角也打 所以今年真的是他的一個 這個非常突破的一名 職業生涯的第四名 一號一壞 這一球打成一個 會是一個滾地球 一是螞蟹 這一球就簡單了 形成了三出局 東方在野壓支柱 韓國隊的攻勢 將會被三比四落空 ? 和面一樣